红木家具 珍贵硬木 是重要的载体 那些木材才是红木 我们应该如何判断 探索发现 即将播出盛世红木 第四集 石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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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人的世界里 木无可替代 人们怀着 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仰 用木创造生活 用木书写历史 在岁月的长河中 让这里成为一个旅游圣地 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 光荣而至 同样在六百年前 这里也吸引了很多人 与现在不同 他们不是为了旅游 而是为了生长在这里的 珍贵木材 江湘黄潭 为了我们俗称的黄花梨 在六百年前的明朝 中国人历史性地完成了 对世界木材的总结 明朝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 明朝的文人 在总结了宋代家具的基础上 利用海南花梨木 这种优质的质感 绚丽 如行人流水般的纹理 打造出明式家具 明代 中国传统家具发展到顶峰 同时 对明慧木材的需求 也达到了顶峰 就在那些年 黄花梨几乎灭绝 公元1719年 一场发生在海南岛上的门店 震惊朝廷 雕汉的武人手持砍刀 将带一名清兵击伤 康熙皇帝 命官员前去调查 调查结果出人意料 原来 亚洲支州强硬官兵 抢夺当地资源 这种行为激起当地离人的不满 从而引发了这场民变 据记载 当时离人奋力保护的 正是黄花梨 海南省的龙泉镇 是一个普通的小镇 这里曾经叫做十字路镇 王明珍就出生在这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龙泉镇还叫十字路的时候 十几岁的王明珍就跟着哥哥从这里出发 到处去收购那种叫黄花梨的木材 然后将这些木材卖给远在上海的制药厂 以此为生 这个镇是叫龙泉镇 然后也可以叫做花梨村 这个花梨村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是八十年代的时候 整条村的人都去收这个花梨 然后卖给药台公司 这个名字是这么得来的 像这棵树啊 这个树用水泥这样围起来 这场旅车过的时候把它转啊 还有外边很多围得很高的时候 围得很高的是房子那个小偷 你不围起来 小偷从这里一记就把那树扛走了 谁都知道这个王王里是很名贵很积钱嘛 这棵树里面的青材可能只有一点点 如果它单为景观树啊 它从立花树来卖的话 也卖个五六万 改革开放以后 宁市家具再一次兴起 黄花梨的经济价值倍增 这就促使许多人像王宁珍一样 踏入了收购黄花梨的行业 制造房屋的黄花梨木梁 黄花梨的古旧家具 甚至用黄花梨制造的农耕用具 都被人们翻出来想够一空 对黄花梨的狂热之风 像潮水一样齐卷而来 很快就让海南岛上的黄花梨木料消失殆尽 八十年代的时候 古典家具还没成为时尚 仅是刚刚兴起 刚刚露出一个新的萌芽来 还没有被广大的社会认同 海南人民一直都把海南花梨 是当为一种好木头 不管是历史还是今天 一直都有家里面藏木头的一个习惯 而海南花梨是如果能够找得到 海南花梨是大家就是海南人民最喜欢 家常的木头 正是由于这个习惯 才有了我们今天 能够看到那么多的海南花梨木家具 和黄花梨一样 紫檀木也因为它的稀缺性 成为人们尽相追捧的对象 清代南部沿海的开放 让大量红木源源不断流入中国 紫檀木代替黄花梨 成为当时家具用材的主流 这种无比坚硬的色色深沉 拥有银丝纹理的木材 更满足到清朝贵族 对折华庄园追求的同时 更成就了清世家具 所谓红木的一种 紫檀木的生产周期 与黄花梨一样 没有几百年不能成材 黄花梨、紫檀木等古典六木 在一代代家具匠人 灵巧的双手中 锻造出一个家具的城市 锻造出一个传世的经典 但木材的消亡甚至灭绝 也让世人一直叹气 如今 仍只能在海口公园 紧存的五颗黄花梨景观树上 想象着六百年前 这里曾经是一个黄花梨的世界 想象着那个世界里 黄花梨的茂密与繁盛 木岛镇是云南省西南方的一个边陲小镇 毗邻缅甸 每天都会有五水光满木材的大卡车 从缅甸经过这里进入中国 短短数年 这里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木材集散市场 缅甸是东南亚最大的硬木木材出口国之一 这里生长着大天的大国子坛和澳式黄坛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缅甸花梨和缅甸红酸汁 在现代红木热潮席卷而来的数十年中 因为黄花梨和紫坛的匮乏甚至灭绝 这些新型的硬木在家具节大受追捧 除了云南省孟岛镇 中国南部沿海的几个省份 也存在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硬木木材市场 广西平祥 深圳光栏等地 就是依靠毗邻东南亚的地缘优势 形成硬木集散基地 也吸引了大批家具制作商 蒋真权出身浙江东洋 改革开放初期 他带着家乡特有的木雕籍到广东大拼 最终在深圳观栏有了自己的一份红木家具产品 偶然一个机会 蒋真权收购了一批东南亚的红木家具半成品 这批家具全部用老窝红酸汁和老窝花梨制造 为了找到这些最原始的材料 他毅然决定走进老窝的原始森林 而他也成了最早走入东南亚寻找药木的人 在零五年的时候 我就有了一个我朋友有他的带路 他说带我去缅甸 那我那时候顺便去缅甸 要去老窝一起去看看 到了老窝那些深山里 带我们去深山卡木头的地方 哎呀没想到里面 都是花梨木都是酸汁木 老百姓在干什么 他那里在做什么 做猪篮做回盆 做柴火在烧这么大 二三十公分的红酸汁 花梨木都是做柴火的在那里烧啊 哎呀 哇我说这多浪费啊 我们想办法怎么样进去工厂开起来 把它拉出来 老窝红酸汁 学名胶纸黄痰 它的心裁呈现紫红褐色或暗红褐色 常戴黑褐或绿褐色身条纹 老窝花里 修名月简紫痰 与小叶紫痰一样 心裁上有着牛毛一样的银色纹理 从几件简单的砍伐工具 到后来大规模的伐木厂 各种各样 已经存活了成百上千年的热带树木 源源不断被运入中国 巨大的利润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 加入了寻找荧幕的行列 江苏南通的顾永齐 为了寻找一种能够代替传统硬木的优质木材 曾远赴非洲 终于找到一种产自马达加斯加的硬木 卢氏黑黄痰 卢氏黑黄痰俗称大叶紫痰 新材为橘红色或深紫色 用这种材料做出的家具 与小叶子坛家具具有着一曲同工之名 在社会上同样得到提高的赞誉 诸多新药木的不断运入 是否预示着从明清以后 中国的家具行业又将进入另一个辉煌盛世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无从论证 但是不可否认 现代红木的热潮正因此席卷而来 随之而来的还有诸多的迷惑和疑问 面对那些堆积如山被灌以红木之名的木材 还有各式各样被灌以红木之名的家具 人们不禁要问 红木到底是什么 什么样的木材才能被称为红木 90年代的时候呢 随着我们这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那么红木热就开始兴起 那么制造工厂 这个消费者 包括进口木材都越来越多 那这个时候呢 社会上面就形成了一些不太不确定性 就是到底什么叫红木 到底什么叫红木家具 对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需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为了使红木市场能够健康发展 所以的话呢 从国家的角度层面上 觉得必须应该制定这么一个标准 才能更好的规范市场 让市场健康发展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红木国标是如何诞生的 它的内容和标准是什么 它对于规范红木市场 指导百姓选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公元1999年 在中国林野科学研究院 木材工业研究所 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内 一位老人复在岸上 提着笔静静沉思 他要为一部即将向有关层面 征求意见的国家标准 起个好名字 这位老人就是中国林野科学院 木材工业研究所专家 杨家居先生 制定这个国家标准的目的 正是为了规范中国名贵硬木 让人们对红木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为了制定一个兼具科学性 延续性 可行性和实用性的标准 包括杨家居在内的许多林科院专家 进行了无数次的研究讨论 期间也到北京 广州 上海 苏州等地进行考察 历时两年 国标红木如愿面试 这个红木标准呢 这制定者是比较困难的 第一个红木标准呢 红木有明示清示 另外制度地点呢 苏州啊 北京啊 广州啊 有这些地方 做的地方 铁座 另外呢 做的东西呢 也有 就是广市啊 京市啊 也很复杂 所以这个情况呢 要做好这个 这个红木标准呢 必须得监顾着这些地方 所以说呢 我们访问着这些地方 经过了两年的时间 才落实了这个标准 2008年8月1日 有被依据 经过多次论证 讨论 考核 现场考察 那么依据我们明清 家具的残片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还有呢 我们木材 构造 方面的 特征 梳理了 两棵 五鼠 八类 三双数种 作为 我们 国家的一种 规定的 红木数种 进行了 这是第一次 应该是在中国 也是全世界 第一次 对这个红木 用材的数种 进行了一个规范 明确了 当然它有很多的 其他的 物理 力学 方面的特征 在标准里面都有 一条一条 都有的 这样的话呢 为我们红木 的产业的发展 对这个用材方面 提供了一个 比较规范的政法 所谓 五鼠 八类 三十三种 是红木标准 对当前 中国应母家具 所用材料系统的 划分 五鼠 指紫檀鼠 黄檀鼠 芽豆鼠 铁刀木鼠 赤树鼠 五种 八类指的是 五鼠之下 较为详细的分类 即紫檀鼠中的 紫檀木类 和花梨木类 黄檀鼠 黄檀鼠中的 香枝木类 黑酸枝木类 和红酸枝木类 柿树树中的 乌木类 和条纹乌木类 以及 芽豆鼠 和铁刀木鼠中的 鸡翅木类 而三十三种 则为八类之下 更为详细的分类 例如 我们最耳熟能详的 酱香黄檀 属于香枝木类 而檀香紫檀 则属于紫檀木类 寥寥数百字的分类 包含了专家们 无数的汗水和心血 那些看似相同的树木 要有严格的区分 而有些看着差别 很大的木材 却是属于同一类别的 林野科技专家们 是如何对这些红木 进行分类的呢 这些红木标准呢 就是说 我们就搜集了 过去的使用的材料 把树 仔细了解这些材料 是什么树桶 那么我们把这个木头 搞成切片 切片从木材铁硬的角度 认定它是什么木头 什么树种 哪里名字是什么 根据这个树上检订 然后最后再检订外国 寄来的标本 这样的确定的这个树种是什么 江肖梅 中国林野科学研究院 木材工业研究所研究员 她每天做的最多的工作 就是将收集来的木材样本 做成切片 然后在显微镜下面 研究它们的物理构成 最后 将这些木材做标记 存入木材资料库中 一系列的工作看字发位 就是认识红木 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由于木材本身是立体的 所以的话呢 也有三个切面 要有横切面 近切面 和旋切面 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平常所见到的 江肖黄潭 也就是我们大家俗称的 这个黄花梨 它的一个横切面 可以看到它的管孔 可以看到它的带状毛细胞 可以木设线的状况 除了海南岛 越南也曾生长过 大量的黄花梨 因为物理性质 气味 纹理等稍有差别 所以它们之间 也存在极大的价格差异 但是不可否认 越南黄花梨的稀缺性 也让它成为红木中 最为珍贵的木材之一 同样 由于稀缺性 而价格昂贵的红木木材 含有紫盘木 红酸枝等 木材的昂贵 也导致现今社会中 激连不断出现了天价的家具 在利益的趋势下 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 以假冲真 以此冲好的现象 那么什么样的家具 才算是真正以上的红木家具 真正合格的红木家具 对木材 有着怎样的要求 这种木材 它既有边材 有芯材 白色 就一个原木的横折面 一切出来 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到 白色 外圈 白色 为边材 内心 褐色 为芯材 而边材 急于重铸 是 无法使用的木材 只能拿来当 烧火材 而它的心材 不单只是 稳定性 好 而真正的纹理 质感 就体现在它的心材上 因为按照咱们国家 现行标准规定 那么边材 是不能成为红木的 就是说对于家具的质量方面 那么所有的可视部位 那是不能存在边材 比方说全红酸质家具 那么除了咱们有些个别家具上 有些比方有镜子 那么它的有些镜块边条 后背板 那么这是允许使用其他材料的 那么 就是说 就是除了除此之外 整个的一个家具的所有的材料 你都应该比 就是说如果对于红酸质家具 全红酸质家具来讲 那么必须是 你全部都得使心材 而且还不能出现其他种材料 那么这样才能成为全红酸质家具 改革开放初期 红酸质家具 已经不仅仅是人们居家生活的日用品 更多人将它当作艺术品来收藏 甚至有的人看中它价格高涨的趋势 把购买红酸 当作一阵商业投资 有人曾说 当购买人建黄花礼 或者紫檀木的大床 你躺在上面睡觉 就是赚钱 可是也有人 虽然拥有足够的质品 掺甲掺杂的现象 却让他们对红酸质家具 望而却步 那么如何去甄选红木家具呢 木材的识别 包括红木的识别 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眼睛看一般的话 老百姓都有经验 比如像紫檀的话 拿放大镜看一下 光固比较小 颜色红紫色的 然后泡一下在水里头 可以看见一些 这个黄绿色的 或者是红紫色的这种 荧光反应 这只是初步的判断 但是如果 作为我们要出 鉴定证书的话 必须的话 要看它的微观结构 就是要红观和微观的结构 把它结合起来 才能鉴定出来 红木标准的出台 对于红木市场的规范 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让消费者 放心地购买红木 许多相关的 红木家具质量检测的机构 也相继成立 作为国家家具质量检测 监督专家 李极光也为消费者 怎样购买红木家具 提供了相关建议 你是想买全红木的 还是想买主菜红木的 还是想买其他的 其他种材种的 那么都是要 你要把材种尽量签订详细 如果可能的话 就是说你可以随手 带一个小的一个刀片 那么轻轻的平着刮一下 把表面的油饰部分 七部分刮掉 就能够很明显的看到 看到一般边材都是很发白 那么新材 他们都是所有的这33树 基本都是深色 就像玉石金银一样 因为稀缺程度 物理性质 色泽纹理等因素 红木也被人们分为369等 如今的黄花梨 小叶子盘 由于材料极度稀缺 一目难求 所以常被匠人们 用来制造黄古型家具 例如 明世的黄花梨圈椅 光茂椅 条岸 顶香柜等等 这些家具 往往保持最传统的明世风格 为了避免材料的浪费 并不加以雕饰 或者只加少量雕饰 再比如 小叶子潭宝座 花瓶 架子床等 虽然几成了 青石家具的繁荣雕刻 但一早一刻间 都表现得更加细微精致 逐渐匠人的西木之情 为了保持黄花梨 和小叶子潭的本源之色 有的人 甚至将材料的原木 作为一件艺术品来收藏 大叶子潭和红酸汁 也在现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由于大叶子潭和小叶子潭 色泽纹理较为相似 所以也常被用来制作防古家具 但也有人利用这种木材 制造出有别于传统的现代家具 顾永齐利用科学技术 将水分从大叶子潭木材中抽出 消除了木材的热胀和缩 从而去掉了家具的伸缩缝 使家具更加精致优美 红酸汁是现代红木家具 用力最多的一类红木 在中国北方也被称作老红木 由于它色泽鲜艳活泼 所以常被用来制造红木雕刻艺术品 而红酸汁家具 也常被雕刻复杂的文饰 现在红木家具中 应用较为广泛的木材 还有花梨木和一致 花梨木俗称草花梨 因为色泽与黄花梨相近 而且价格便宜 所以成为普通大众居家使用的最佳选择 花梨木制作的现代大床 衣柜、写字台、茶桌、沙发 甚至地板和楼梯都很受欢迎 鸡翅木因为木材的纹理 与鸟类羽毛纹理相似 所以被称作鸡翅木 它也是中国古典家具常用的木材之一 所以经常用来制作防古家具 市场上有大量鸡翅木的光貌椅 圈椅以及笔筒、笔架等等 无论哪种材质、哪种价格、哪种等级 无论古今、红木之所以被万千人宠爱 极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作为一种 中华几千年优秀文化的载体而存在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红木家具的收藏越来越流行 什么样的红木家具才值得收藏 收藏红木家具有什么好处 探索发现不出 盛世红木必补及木藏 你有好的材料 你必须一定有好的艺术 才能把这材料的价值会展现出来 如果我们这个艺术性很高的时候 比那个艺术性不高的这种 那个材料很好的 比如我们从古旧家具 通过这个过程拍卖行里面 都很多这种显示出来的 我们也收那个古家具 我们曾经会在拍卖行里面拍卖 那些举木的家具 不是红木 它举木的家具 拍出来都比红霜就还要高 或者比那个紫檀木还要高 因为它的东西做得不好的时候 就肯定比新作业还要便宜了 所以很多人收藏 能够收藏一个做得很好的 现在仿古的家具都不会收藏一个做得不好的那种 那种古旧的家具 盲目追求高端木料 必然将现代红木的花旦 引向西服 市场上不断出现许多木材高端的不合格产品 就是盲目追求木料的恶果之一 这些红木家具重裁却轻易 图有其表 却没有艺术价值 反而是对木料的浪费 面对这样的现象 太多人痛心疾首 他们竭力呼吁 必须重新树立 对现代红木家具的正确认知 为财事论 必须改革 为了买这个黄花梨啊 那个子坛啊 拼命去买什么家具都买 做得好不好都买回来 有些人堆了一大堆 都说呢 就我们看上去 用两个字 是说他这个是 好像垃圾一样那种 都去买 那就真的会把这个 这个钱都糟蹋了 以后把这个材料都糟蹋了 这种人 你疯狂去买的时候 造成那些做得不好的 那就拼命地做嘛 就加速那个 那个很稀有的机缘 就加速变美了 那我们这种 这种体验 没办法 但是我们没有 这么多资本 没有这么多钱去 买这么多材料 囤在那里面 所以我们就 只能是无奈 看这无奈 没办法 所以这个里面 还是富裕车 去这种 不要蒙古去追求这个木头 鼻子又会提升 自己那个眼光啊 这个人的眼光很重要啊 选择红木家具 木材很重要 但木材不是唯一的标准 更不能认为 木材是根本的标准 评判一件家具的好与坏 必须综合多方面的要素 在优质木料的基础上 恰到好处的艺术加工 自然流露的文化味道 才能诸就一件 精品红木家具 一味的效仿 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保留时代的印记 才能留下传世的经典 如何才能够制作出 这样一件一件的 精美的工艺美术品 那就要提高行业的素质 技能源的素质 企业的素质 这是综合的国民素质的提高 同时也要求提高 我们收藏这个 购买这个素质 因为购买和收藏 实际上是对生产设计制作 是一种刺激 你比如说你东洋的 你这个地方过去雕刻 都很好的 你能不能够 在你这个家具的 把你的雕刻记忆 非常好的融合到 你的当代家具里头 走出你的面貌来 那么其他地方 也有其他地方的文化特点 把你的当地的文化的渊源 更进一步的挖掘出来 这是我们从行业这个角度 提倡 让我们的红木家具 有更多的文化内涵 红木家具 因木财而兴 却绝不会因木财而亡 传统红木已经越来越少 珍贵用户积极灭绝 但是即便没有黄花铃 没有紫坛 也永远不会没有中国古典家具 木料不是关键 木料是可以替代的 人们已经发现了许多 未曾使用过的优质应用户 他们一样可以制出 精美的中国古典家具 记忆才是关键 艺术才是关键 传承的文化与包容的智慧 才是关键 才是中国的经典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